我們看這個第十二題 第十二題他說 這個方程式 1-20方式的拋線通過這三點 我們三點可以決定一條拋線 求此二十函數 我們因為這裡是矩陣 所以我們就來解方程式 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用Lagrange的差距法 第二個方法我們再來做 我們首先把1-0帶進去 得到1帶進去等於0 這是A加B加C等於0 再來2帶進去等於0 2帶進去等於1 2帶進去等於4A 再加2B加C等於2 2帶進去等於1 2帶進去等於1 然後負1帶進去等於多少 負1帶進去等於多少 負1帶進去等於A加B加C 負1帶進去等於10 這樣我們可以用那個 就是那個消去把它消一消 加點消去好了 我們要用比正的列印算 我們要用比正的列印算 因為A很麻煩 那第一個式子的話 我把C消掉好了 我把它乘以負1加進來 就是A加B加C 我乘以負1加進來 就是說這個式子減這個式子 減上去多少 是3A加2等於1 然後呢 這個式子減這個式子 3A 這個式子減這個式子比較好 這個式子減這個式子的話 馬上2B就出來了 2B等於多少 等於負10 那B的話就等於負5 那B等負5的話 那A應該要多少 A就等於3分之 1-負1加5 等於2 隨便帶一個 C C就等於10 加上B B是負5 再加A A是負5 所以是等於3 所以這個方法是 Fx 就等於A A22x0 加5x 再加C加3 這個就是答案 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所謂的 勒克蘭基的差值法 勒克蘭基的差值法 在多項字裡面學到的 Xi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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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10 加1 ول Xi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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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 S 乘1 S 乘2 現在的話,如果我把它插多少 插1的時候的話,這要等於0 插1的時候要等於0 所以插1的時候,這個是 2 乘2 這是 1 加 1 這是 0 插2的話,這是 1 插2 插1 插1的時候等於0 插2的話,這是 2 乘1 2 加 1 得到 1 插多少 插乘1的話,等於10 插乘1 插乘1就是乘1 乘1 乘1 乘2 可以看到 插乘1的時候,插乘1 插乘1 插乘1 插乘2 插乘2 插乘1 插乘2 插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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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1-1-1-1 這是所謂的,不然你也差什麼 那這樣的話,這是3分之1 然後這個的話,這是s-1-1 加多少呢? 這是6 所以這是6多少呢? 6-10 6-10的話,等於多少呢? 等於是3-5 這3分之5 s-1 s-2 那我們來算算看,看會不會一樣 這展開來是等於3分之1 s平方 減掉3分之1 加上這個是 這展開來是s平方 減3x 加2 3分之5 s平方 減掉5x 加上多少呢? 3分之10 所以這個方法也不一定比較快 所以這個加這個多少呢? 3分之6,3分之6是2x平方 他一次下在這裡 現在讀x 他加上3分之9 就等於加3 所以答案還是一樣 所以答案還是一樣 就等於加上3分之1 加上3分之1